欢迎大家观看身边的情形状纯线 常常问我女生应不应该作 有些人认为太懂事的女生很容易被忽略 所以作是在拆存在感 我认为作是不分男女的 男女都可以作 但要注意三点 第一点就是要看看你另一半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好像小月那种非常幽默的人 你作她的时候就可以用百分力 但如果你发现你的伴侣是那种非常严肃不苟言笑的 那你作她的时候就小小一点点 因为她很容易和你急 很容易把你的换笑当是事实 而且作一张三和作你四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用作一张三的方法去作你四 那肯定是作死 第二点就是要看时机 千万不要一伴侣特别忙的时候 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去作她 她不单止是没有时间和心情去理你 甚至会觉得你是没事找事搞 无理取闹 在她心烦的时候不单止不体谅去 主要帮她找麻烦 第三点要注意分寸 有一句说话叫做人心得意 须更宽 在座心里也有素 可以作 但是心里必须有尺度 要了解对方的地雷和底线 不可以如约 女人可以被偏爱 但不能事无忌待 其实作是需要表演者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和配合 才可以完美地演出 我觉得情侣偶然 发现难渣啊 让对方来哄你 是彼此在乎程度的确认 小作可以增加彼此的亲密度 是一种互动的情趣 小作而情 如果对方爱你 懂你 你适当的作 对方都会觉得很可爱的 所以我们不是不作 是要作得有水平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分享和关注 明星月城 自密 更多精彩等知名哦